这个辣椒结果了 种了好几个品种 然后现在也搞乱了 反正的他结的出来了就知道了 这个牛角丘吧 不过像这个辣椒这种情况呢 要摇一摇 你看摇一摇弹一弹 他那个发粉 发粉会掉下来 然后就受粉 就受粉了 然后他就会成功 因为盆里面没有风 你熬了都要出来摇一摇 像这个茄子 茄子也开花了 茄子就简单你看 茄子摆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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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准刀 就搞定了 那个已经受粉了 然后再拿过来 这一个 这一个他会涂 涂一下 把他皮靠第二块 把他涂抹进去 就是,就是彈一彈,塗抹 还有呢,就是,就是这样,彈一彈,你看,花粉,它自己就受粉了 盆里面种植,你不要想着,你不要想着它不受粉,它就能成功了 你最起码的彈一彈,这样呢,它就会受粉成功了 还有就是,这个花下面的枝条,我已经全打掉了 这下面呢,又让它,让它通风,下面呢,让它通风 像这,像这这个茄子也一样,下面的,全部不要 我打的比较狠,因为,因为我如果不打它太狠的话 像这个我打的比较狠,你可以有位置不要打这么狠 因为如果,我这个,这种情况,我下面如果流太多了,会挡住其他的阳光 盆里面种东西啊,千万记住,不能种得太密 盆里,尽量稀疏一点 稀疏一点,然后呢,它就没有那么多冰虫害 给你看一下,我种子种的 没位置了,种子种的那个荷花 啊,大块腻叶 这个荷花,不知道能不能开花 那,今天的视频就 分享到这些,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大家,这几个又开始授粉啦 拜拜 拜拜